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看到夜幕降临 空气中烟晕的小龙虾香味就好像在提醒往来的人们新的一天又要开始了 做一名资深吃货 有美味的地方怎么能少得了我呢 基本上龙虾是必点的吧 我最喜欢是蒜泥的还有清水的 开门点也没有吃什么 一个是13香的 一个是蒜泥的 13香口味的 13香的 白蓝 打水 开龙虾啊 听说在虚仪 光是龙虾节当晚吃掉的小龙虾就有70万吨 如果把这些小龙虾平铺在地上 能铺满一万多个足球场 特别Q弹 而且这个汤汁完美地跟这个肉融合到了一起 店老板告诉我 虚仪小龙虾好吃的背后其实是有缘故的 因为当地小龙虾可是龙虾界的白富美 至于小龙虾为什么会被称作白富美 还得从产地说起 在店老板的推荐下 我来到了虚仪县淮河镇的明祖邻村 小龙虾美食发源地 看来我找对地方了 明祖邻村三面环水 淮河川村而过 丰富的水资源给当地村民提供了 得天得厚的小龙虾养殖条件 在民祖邻村 从事小龙虾相关工作的村民就有980位 小龙虾养殖面积也达到了近6000亩 在探寻白富美小龙虾的路上 有一个地方吸引了我的注意力 哇 好大一枚钱币 你们看 红武铜宝 这应该是朱元璋时期的钱币了 好多人 走 咱们也去搜搜搜搜搜搜搜吧 你好 原来这枚巨大的红武铜宝背后 还真有不少故事呢 而这些故事就藏在铜前后面的一翁水池中 你以为这只是一座普通的水池吗 不 实际上它大有来头 听说在这一块区域是全国唯一的一座水下黄陵 在旱旗的时候站到这个地方 可以隐约地看到地宫的入口 这座水下黄陵 其实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为祖父 曾祖和高祖修建的衣冠种 我们今天要探访的明祖邻村 就是因此得名 举世唯一的水下黄陵 吸引着各地游客来村里打卡 同时也带火了明祖邻村的小龙虾 离开明祖邻 继续往村里走去 看见路边随处可见的小龙虾元素 我知道 我离小龙虾越来越近了 大哥 你好 您知道哪有小龙虾吗 我正在喂小龙虾 得知我是来寻找白富美小龙虾的 唐主大哥建议我当一天唐主小助理 自己试着找找答案 这个是喂龙虾的饲料吗 是的 好刺鼻的一股腥味 这股浓浓的腥味可着实吓了我一跳 小龙虾吃的到底是什么呢 有鱼粉 有豆腐 有小麦 还有玉米 相当于是人吃什么虾吃什么 太高级了 不愧是小龙虾界的白富美 连吃东西都那么讲究 这让我更想快点见见他们了 我突然对我的这个助理之路有一点点怀疑 因为我发现这个船非常的晃 适应一下 那用这些饲料咱们要怎么来喂呢 把这个机器开开了 这是个机器吗 打饲料的工作交给了机器 我就有了更充足的时间来研究白富美的生活环境了 咱们周围这个水质是不是不是很干净 要不要把它清理一下呢 这个有没有 这个我们这个水就是学龙虾正好 说肥而不肥 蛋不淡 肥淡是什么个含义 就是肥很的时候龙虾去 淡了的话里面因为空虎之少 那这个算是肥水还是淡水 它有一点点苦水的绿 对 这种就是肥度正好 那虽然咱们这个水挺肥 但是我看到上面有一些黑色的这些垃圾吗 我们这个就是要水澡嘛 这个水澡的话什么呢 小龙虾的话 推高时候它非常软 这个铜类可以去掺测它 它可以堵在那里面 原来这浑浊的水和规律分布的水草 竟然是为小龙虾特意安排的 不过看了半天 白富美究竟在哪呢 绕了整个虾堂 我一直下都没看着 你看到上面那个地笼吗 那个吗 那种地方抓龙虾的 听堂主说 小龙虾是昼幅夜初 白天都躲在泥里 太阳下山才出来觅食 这时候正是下地笼的好时机 是这个木桩吗 对对对 这里挂了下面是吗 看着堂主操作得那么随意 我也打算试一试 虾笼的摆放的位置有讲究吗 有讲究的 要直线 直线好 对对对 一二三 好 直了吧 直了 它又歪了 我它又歪了 八米长的地笼 一进到水里 就不听我的使唤了 看来堂主助理也不是那么好当的 一个人来操作的时候真的很困难 然后又要控制船 这个要突然配合的 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技能 而是需要它 它 它同时一起 配合 在堂主的配合下 我终于固定好了我的第一个地笼 插结实了 我再研究一下 也没看着它有那个口子 我在这 从那边进过以后的话 就搞一种陷阱样的 这不是都密闭的吗 哪有陷阱 这儿啊 暗藏玄机 它从这边进去过以后 它然后一直找没有 所以往从那边 一直看着 从房的头去 跪到这边 它就逃不了了 说起捕虾 堂主立刻来了兴致 堂主告诉我 它姓于 在家里排行老三 从小生活并不富裕 十六七岁就外出打工了 那您原来 就是不是从事这个行业的 怎么会突发奇想 想来接触呢 就是我在外面 看人家这边 搞的小龙虾 搞的也是红红红的 然后回的时候 弄了一点 这个疼的嘛 试一试 但是试一试还可以 最后就弄多了 看着别人养小龙虾 日子都红火起来了 加上村里也陆续 有人开始养 当时二十出头的鱼三哥 也大胆开始了 自己的新事业 第一年就挣了十几万 尝到了小龙虾的甜头 鱼三哥的干劲 就更足了 咱们把这些虾龙 都放下去之后 什么时候来收呢 三点钟吧 明天 行 那明天下午三点 我就在岸边这等你 不是不是 要明天凌晨三点 啥 我没听说吧 凌晨三点 三点收网 对我这个起床困难户来说 也太难了 不过为了解开 白富美小龙虾背后的秘密 我决定早起去看一看 现在是凌晨的三点四十五 我看到远方有好多人 已经打着手电筒 还有已经亮起的灯光 肯定是这边的村民 在为收虾做准备 我跟余大哥 早早就约好了时间 走 去找找他 一路往鱼三哥的虾田走 天色也在迅速变亮 你们来得挺早了吧 是的 是的 我还迟到了 一切准备就绪 不知道今天能补到 多少小龙虾呢 我已经有点小期待了 就是你们了 好大一笼啊 这一笼有多少虾呀 一笼大概有头色镜 我有铲 平时你们也是 就是深夜就过来收虾了 三点钟就开始起床 当时我们赶快有点累了 起来有点迟了 收龙虾人家都走掉了 原来为了保证 新鲜的小龙虾 能再一早进入市场 当地的虾农 往往需要半夜就开始收网 这让我不禁感叹 以前只知道 餐桌上的小龙虾新鲜美味 却不知道这些美味 背后的辛苦 最忙的时候 你们一天能收多少下 一能收这个三百平 十百平 那像这个旺季 咱们全部都卖完 方便透露一下 能卖多少钱呢 大概一次的话 早晨再千万块钱嘛 哇 一个早上一千多 再千万块钱 说起收成 于三哥难言喜悦 而作为堂主助理 一想到今天的收获 也有我的参与 我瞬间浑身充满斗志 我帮您撑着干吧 一二三走 哇 我感觉胳膊使不上劲 小小一根竹竿 真正操控起来 还真不容易 为了不影响 于大哥捕虾的进度 我决定 还是帮着分虾吧 大一点 从这里写着分 好的 像这东西 中下的 都有四千 那其他的 我们要怎么来分呢 其他的就是分二条 二条 是麻将里的那个二条 它有二千中的话 分这二条 是以它的重量来化 那相应的是不是 还有三条 四条 五条 有三条 或者然后就是中下 再或者再去打下 这东西是三条 这个是三条 二条就比它适合一点 看 这个是三条 这个是二条 三条的胳膊 明显比二条的更粗 想不到 小红虾也有外号呀 不过说起外号 二条三条的名字 是源自不同的个头 那白富美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就是自动性的 它在那边有 听于三哥说 白富美 其实是因为当地小红虾 依靠洪泽湖水 和淮河水养殖 水制好 微量元素丰富 又有农家自制的 粗粮肥料 定时定量的饲养 所以虾肉紧致饱满 虾壳色则鲜亮 加上这些虾 肚皮白亮 几乎没有淤泥 腮白 肉质也白 所以人风雅号 白富美 你们看 我们终于满载而归了 整整的五大筐 他们也太活跃了 都跳出来了 看这一车胜利果实 我忍不住 替鱼三哥高兴起来 忙碌了一个早上 我们的白富美 终于整装待发了 起点刚过 收购点已经忙活起来了 撑一下 这有多重 这个呢 22斤 所以跟您估算的差不多 经过计算 今天早上我们捞了 大大小小130多斤龙虾 这个数字对于我这个 新手虾龙来说 已经非常厉害了 不过于三哥和店老板告诉我 我们今天这成绩 在他们村可还排不上名次呢 一天能收多少吨呀 一天能收多少吨 收不到 几千斤慢慢进去 几千斤啊 那这量也是比了 两斤不接难了对吧 一个月下来 您这个收益应该非常不错了 收购点的老板娘告诉我 像她这样的收购点 在名次林还有好多家 想娥虾给各地食客 带来味觉的享受 也给虾农带来了红火的日子 卖完小龙虾 换上干净衣服 于三哥告诉我 虽然我这个堂主助理 业务能力差了点 见于还算敬业 一会儿他要带我敷一场 特别的业来嘉奖我 这是老爷家 来这边烧 烧龙虾烧的比较可以的 好嘞 那我给你 包包口服 你好 听于三哥说 于家二哥是村里的帮伴 谁家有喜事摆宴席 都会请他主厨 看来我今天有口服了 你们俩那么厉害呢 你们俩会刷下吗 会 洗得挺好的 好 那你来教教 你就徒手拿 不怕被他夹到吗 我 哇 胆子真大 你们看看 我们从家都是这样的 看看谁干净 看看 哪干净啊 谁的干净 拍拍胸部你的最干净 这下子干净还比较干净 基本上的用家说 洗龙虾从娃娃抓起 天哪 成绩多年 所以你们小时候也是 从小就跟这个虾 泡到一块了 是的 是的 那么小就会抓 你看他都拎着我的刷子不动了 我们小时候 我们这边是没有人养这个 全部是野生 当时意思的 比他们要大一点的 我记得有一次 下到田里面去抓的时候 带了另一个袋子 最后装毛了 我们就是把我们这个裤子 脱下来给下面 裤子怎么装啊 下面这两条铁嘛 把它扎起来 扎起过以后呢 给下子整个锅子在岸面 然后给它把它装起来 来 碰一下 它夹着我了 碰一下 给你 碰一下 时光流转 当年用裤管装小龙虾的孩子 如今也已经儿孙满堂 虾堂里有虾 门口菜园里有菜 儿孙时常围绕在身边 这不正是无数人 向往的幸福生活吗 天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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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都用盆装的呀 我们只管吃全日 这也太大份了 阿妹 吃饭了 来 这边坐 您慢点 好 八斤 这四盘虾全任您做的 天哪 太丰盛了 而且全都用大盆装 大盆装 我们只管这个全 给这个大盆装 这边是盐水的 这边是麻辣的 麻辣的 经常会听说盐水虾 我还是头一回听到 这个都是原来的老母亲 弄了这个口味 我们这还没 对这个口味还一直 情有多重的 那是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 那我今天就脱奶奶 还有二位的红服 在这真正的实现龙虾自由了 来 来 倒吃 真棒 小时候也是这样吃的 小时候也是 这时候我母亲经常做口味 请去 盐 然后你上去 第一次吃这个盐水虾 是我母亲给您做的 对 妈妈 来 黄 原来妈妈给您做 现在 现在我跟妈妈做 练就了一身好厨艺 奶奶今天多大年纪了 哇 八十五 那看着您这个 精气质还特别好 虽然小龙虾的烧制口味 不断出新 但是一家四代聚在一起的时候 鱼二哥还是会来一份盐水虾 这道特别的菜 不光是童年时妈妈的味道 也是他们这一代虾能 成长的见证 鱼二哥告诉我 小龙虾的吃法和做法还有很多 我今天运气特别好 刚好赶上了这儿的小龙虾烹饪培训 但是像我这种好吃烹饪基础 又很薄弱的人 不知道能不能学会了 走 咱们去烹烹运气 说明来意之后 工作人员帮我报上了名 顶了一套学徒服 你们觉得怎么样 小厨娘上线了 走 现在我宣布 华河镇龙虾烧制技术培训 正式开始 这个油温要控制在120度左右 油温达到一定的程度 然后炸出来之后 手一下子小短就断的时候 它已经好了 小龙虾烧制工艺培训 在当地已经办了五年了 今天我可得把握好机会 学点真本事了 大家看一下 煮好的米饭 放在这个肉勺上面 给它定个型 这油温要掌握好 然后进行好的米饭 然后做成锅巴 它不能直接放到锅里面炸吗 直接炸的时候 它抹下的时候 它是会碎的 为了保证它的完整性 对对对 炸到金黄色就差不多了 锅巴跟小龙虾是一块来制锅吗 融合到一起 天哪 我还头一回听说这样的吃法 好期待的样子 期待美味的同时 我也不禁纳闷 当地的十三乡小龙虾 早就名声在外 为什么师父不教这个 反倒教我从没听过的 锅巴小龙虾呢 师父给我卖了个关子 让我先把手艺学会了再说 出锅了 哇 好香哦 让你们按照这种标准去做 然后我希望你们做得比我更好 对 朝着动一下 我来 谢谢 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知道吧 演过千遍不如手过一遍 对 所以师父把我领进门了之后 还是要看我自己的修行 凭着一个吃货对美食的敏感 我按照师父示范的步骤 尝试着做了起来 虽然时不时还得请旁边的师兄帮个忙 不过最终还是顺利完成了 最后再装点几个锅巴在上面 对对对对 我的小龙虾已经出锅了 哇 闻着好香啊 检验一下 这锅巴搬起来声音都能听到 蛮脆的声音 稍微再控一点 还是火候有一点过了 对对对 我给你打80分 85分 您是还是有点奖励式的这种 那最初您是怎么突发奇想 说把这个锅巴和小龙虾做到一块呢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倒田供养嘛 把这个爆香饼 能够加上来融合起来 原来这一道菜里 毫不相干的两种食材 竟然来自一块田粒 听师傅说 这几天好多虾田粒正在插秧呢 我得看看去 大姐 这个田是虾田吗 我们虾田 那我看您也没穿胶鞋 会不会被这个虾扎到脚呀 虾现在上根去了 我等他们一样 在上人伤了 睡在房 虾在那里就跑到田去了 哦 原来啊 村里的虾糖可都不是普通的虾糖 而是经过改造的稻田 小小一堂水 春季捕虾 盛夏种稻 秋季水稻收获 小龙虾繁殖 月东种植水草 一块田粒稻和虾的完美搭配 让我不得不佩服村民们的智慧 大姐 大姐 你等等我 你快来 我的天 一进入虾稻田 我就遇到了大麻烦 在这个泥里走路 还真的是不容易 有点八角 不行 我实在起不来 为什么我可以这样 就一溜烟的功夫 我从岸边走到这 大姐已经走了十多米了 我这走的速度 还赶不上人家栽秧的速度 真是惭愧 那您分我点羊苗呗 好 垂直吗 靠着绳 你就再来一路 好 那我在这一树 您在这里说 就这样的 我感觉我现在像一个八角螃蟹 就横着走 我看你回来这么伤心 大姐就要取笑我 我太难了 大概是借用的鞋子太大 不太受脚控制的缘故 从地头走到大姐身边 我感觉自己已经在调动 全身的力气了 真是难以想象 大姐们常年在田里劳作的艰辛 现在在这个田里走已经那么费力了 那之后上农药这些会不会也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 这个龙虾这个堂这里的不打农药 大姐告诉我 虾稻田有自己的生态系统 不打农药 但是由小龙虾的频繁活动影响病虫害繁殖 不上肥料 但由小龙虾的粪便增强土壤肥力 这样一来 稻田更有机 小龙虾也更肥美 到了丰收季 有机的虾稻米 还能给农户带来不错的收益 让农户的日子像小龙虾一样红火 像虾稻米一样香甜 此时此刻呢 我终于明白了白富美真正的含义 从小龙虾到稻田小龙虾 当地的村民啊 以生态和有机为坐标 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乡村振兴之路 白呢 指的是龙虾的肉质 富的是农民的口袋 美呀 则指的是他们的幸福生活 那下次我们将遇见哪些美丽乡村呢 敬请期待吧